随着规律的声响前进 水面无边无际 仿佛一场梦境 偶有小鸟飞过 才将人拉回现实 每年只在雨季过后的 十月到隔年一月 才能搭上这班漂浮列车 旅客清晨六点从曼谷上车 开往中部华富里府 大约九点半来到泰国最大水库 巴沙春拉西水坝 火车会在此停留二十分钟 还可以什么对着火车来拍 那个整个大坝的面积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很震撼 但也正因如此漂浮列车 才能保有些许静谧 让期间限定的梦幻体验 成为留在心底的永恒风景 打新闻蒋雨婷编译